最近疫情關係,遠足的人都多了很多 亦多了很多遠足過路的腳步問題出現 例如下徑速的綜合症 或者一些奔骨人帶的問題都多了很多發生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討論如何做一些運動 防止這些情況發生或者舒緩這些情況 第一個動作是利用一些運動滾筒 去做一個靠徑速的按摩 動作是個人打側睡 利用運動滾筒放在大腿外側位置 覺得很痠痛的位置就可以定住 我們利用前面的腳去控制上下 去找一些痠痛的地方 記住在做過程中不應該說太痛 如果太痛可以利用一些毛巾 去鋪一鋪在運動滾筒上面 繼續做的時候 我們盡量希望運動滾筒 和我們本身要按摩的腳是直角的 這樣就會比較有效 另一個動作是伸展下徑速 動作是怎樣做呢 我們首先在好那邊拿著水樽 我們站著的時候 有時腳在後腳好像交叉腳這樣站 然後將上身身體重量 盡量靠去好那邊 感覺到大腿外側有一種伸展 拉斜的感覺就定住 然後這個是一個寬關節外展的阻力訓練 我們利用一些練力的橙筋繩 綁在一些椅腳或桌腳的位置 我們手可以扶住那張椅 或桌椅 做的時候我們就 鍛鍊的腳可以做一個外展的動作 做的過程中 要留意身體的擺幅不會太大 上身不會全靠去左邊或右邊 用力的時候 感覺到左右兩邊 全部外側位置都在用力 我們做可以做12下為1組 可以做3組 早與早之間可以休息1分鐘至30秒 這個運動是蟹環行的運動 我們利用阻力帶 套住在雙腳上 做的時候就像蟹一樣打橫走 保持著長筋帶有張力 不會拍得太近 我們膝蓋和封關節都眉屈 用一個打橫走的方向 感覺到其實我們封關節外側 都是有用力的 這個可以我們計時 走大約30秒 又休息一休息 又休息30秒 整體可能我們走兩至三分鐘 都會有一些斷面的效果 最後我們可以提醒大家 現在疫情之下 行山是很普遍的 但是在出發之前 要留意一下自己本身 有沒有做運動 留意一下自己平時的運動量 在出發之前 計劃路線知道走多遠 多高 難度有多厲害 記住不要跟別人比較 要知道自己本身的運動量 兩力而為就會比較安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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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